台北乐府乐器艺术团在8月所举办的体验营 讲师不止橘色恶魔的老师 文化总会在Facebook及IG网站贴文 翡翠骑士的老师也要来 今年5月份文化总会在京都市劝业馆第三展览场举办了 台湾Plus 2024京都新宝岛活动 这个活动开幕的前夕 文化总会秘书长 李后庆专程拜访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 洽谈未来合作的计划 这次2024台北府体验营 文化总会与主办方正式敲定 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的 通口一览顾问担任讲师应该也是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通口一览顾问 自2001年加入农大二高后 带领吹奏乐部夺得全日本行金乐比赛金奖11次 2024年8月19日到8月24日 地点在嘉义县立竹齐高级中学 六天午夜的台北岳府乐器艺术体验营 专程邀请日本京都局高校兼成育部门 局高校岛南央教练 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校的通口一览顾问担任讲师 相信这个强大豪华的阵容一定会为参与者带来丰富的收获 他们将在讲座上分享日本吹奏乐部的训练模式 包括如何选取设计舞步以及训练内容 并公开他们个人投入音乐生涯的契机 音乐学习心法全公开这么丰富的活动 2024年6月11日就要截止报名了 错过 真的非常可惜 报名请假台北岳府乐器艺术团